美国筹办2020年度的G7 七大工业国高峰会 川普总统同时计划要扩大邀请 把这个本来的G7 看能不能扩大变成了G10 or G11 希望多邀请澳洲、印度、南韩跟俄罗斯 一起来参加这个G7的高峰会 那么当然他这样一个动作 背后被解读 他其实想要组成的是一个抗中国联盟 于是转广发邀请函了 不过德国总理梅克尔 据说川普总统亲自打电话给他 梅克尔婉拒了 给的理由是现在疫情正紧张 所以要遥远的飞到美国去参加G7 他觉得疫情当头不OK 所以他婉拒参加 让川普总统很不高兴 所以隔了一个星期 美国立刻宣布要从德国撤回近万名的美国驻军 那么对此呢 梅克尔非常错二 而且他说不能接受 他说美国完全没有事先讲 没有通知德国也没有通知北约 然后就说要撤军 于是呢现在纽约时报直接定义美国德国这两国盟友关系来到了二战以来最差的时候 不过其实川普跟梅克尔早就不对盘 特别呢是在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美国从贸易战开始 从华为5G事件 不断的要求欧洲的盟国一起跟川普站在一起对抗中国 但是呢 梅克尔一直以来就不从 而且梅克尔认为跟中国合作才是欧盟才是德国的战略利益 所以呢 现在看起来美国跟德国本来友好的盟国要开始各走各的路了吗 今天的大世界话题我们就带您快来看看 好我们首先来看看事情 最近事情的引爆点是这个 川普总统呢 他计划要扩大这个G7峰会 那有人形容这样一个动作的背后 是他筹组一个抗中联盟 于是呢 他希望可以把本来的G7七大工业国 能够多邀请一些国家来参与 本来的G7七大工业国包括了美国 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跟日本 本来的G8 G8其实本来还有俄罗斯 但后来俄罗斯被制裁了 所以被踢出去了 他在G8当中他被停权了 所以后来呢 我们看到这几年你看到都是G7 好那G7呢 本来就是这七国七大工业国的一个高峰会 好那今年呢 刚好轮到了美国来主办 好那美国要主办了川普总统 趁机 所以呢他说那我多邀一些国家 他去多邀了澳洲印度南韩 又把俄罗斯邀回来 大家一起来 希望呢要扩大G11 然后呢他说如果邀俄罗斯 其他国家欧洲不同意的话 没关系G10也可以 那反正要多邀一些国家 要组成一个抗中联盟 但是呢欧洲国家则认为 要扩大G7峰会 其实川普总统背后有他的政治利益 川普总统要选举了 他要追求连任了 所以呢他希望营造一个场合 这个场合呢就是世界重要国家领袖排排座 听他高谈扩论 然后呢他可以告诉大家说 我做了什么什么事 我为世界做了什么事 我为美国做了什么事 光是那样的一个场合 你想象川普总统在讲话 他站中间 旁边两排都是 好像在听他讲话的 其他重要国家的领袖 哇这对他的一个竞选连任来讲 感觉是大加分哦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说 川普总统背后呢 有他的一个竞选连任的一个 利多想要宣传的意义 所以呢其实欧盟国家 对于这样的意义 当然会觉得 我们去为他人作假嘛 帮川普总统选举 我们也是一个国家领导人 我们去帮你助选这样好吗 所以是有疑虑的哦 所以我们来看看 德国总理呢 梅克尔在接到了川普总统 打电话邀约的时候呢 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理由 他说美国的疫情 还蛮严重的 现在的肺炎疫情 好像也没有完全的一个 被控制下来 所以呢他婉拒了 到华盛顿去参加 这个G7的峰会 那其实呢到 这个美国去参加 这个G7的峰会 选定的地点 还是川普他们自家的俱乐部嘛 所以呢这一点呢 其实也让很多的欧洲国家领袖 其实是有点疑虑的 好无论如何 他给出了一个 你没有办法回绝他的理由 他说疫情嘛 那你也知道梅克尔之前 身体状况不是那么好啊 所以他说 哎呀这个危险嘛 那合理嘛 不过川普总统据说 当天挂了梅克尔电话之后 很不高兴 这白宫内部传出来的消息 所以呢一周之后 我们看到了美国有一个动作 美国立刻宣布 要从德国撤军 而且呢撤9500人 大约是四分之一的德国驻军 然后呢这件事情要撤军说 哎呀这个9月就要撤了 那这个撤走了 我们就到其他国家去 这个安排去了 可能到波兰 波兰如果不需要那么多的话 那其他的就回美国啦 把美军子弟带回美国本土 这也是当初川普总统的竞选承诺嘛 所以呢他要撤军 但是呢这件事情 撤军这件事情 美国他没有预警 没有告知德国 也没有告诉北约 然后呢 哎媒体都报了之后 还是没有正式的官方 对官方的一个文件 所以呢这件事情 梅克尔在刚刚有最新的一个 这个说明 他认为不能接受 他说呢 他身为德国的总理 完全不知道这回事 那你说要撤军 因为毕竟这是北约的一个 这个军事的一个部署嘛 你也没有告诉北约 也没有告诉德国 他不能接受 那德国的一个 这个军事方面的一个高官呢 也认为这非常遗憾 所以呢这件事情 可能还有后续 我们继续看 不过这件事情 会造成什么呢 德国的智库立刻评估了 美国的撤军 将会落入俄罗斯 普丁的圈套 普丁最高兴了 美国驻扎在欧洲 这么多的军队 北约组织 就是为了要抵抗俄罗斯 抵抗共产主义的一个组织 所以呢 你们最好撤军 最好撤到零 最好撤光光 普丁最高兴 不会觉得盲刺在背 在我家俄罗斯门口 搞一大堆军队 在那个地方 那么多飞弹军事部署 哎呀 我这个感觉不舒服 所以呢 你们最好撤撤撤 所以他们说 哎呀这个 川普总统这个动作 普丁应该是最开心 那我们就继续跟大家简介一下 到底驻得美军 在欧洲的部署 亦或是在德国的部署 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我们来看到这个兵力 美军在德国的驻军 三万四千五百六十二人 这个是继日本之后 美军在海外 第二大的美军驻扎地 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放了这么多的美军呢 一个放在日本 很大的一个美军驻扎地 全世界最大 那你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他是要拿来 前置中国 那为什么在欧洲 在德国也有这么大量的 驻得美军呢 他就是要前置俄罗斯 因为呢 德国是在欧洲的中心 那他的历史上呢 曾经二战的时候 纳粹啊 然后东西德分裂啊 然后呢 北约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北约的一个领导国家 所以呢 美国就把最多的一个 驻军放在德国 他的重要性是 他在欧洲 非洲 运作的枢纽 美军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灵魂 是一个大脑 他在这个地方操纵他 欧洲地方 其他的驻军 但其实啊 从二战以来 驻军的一个人数 已经慢慢在减少 过去在德国 有200多个美军基地 那今天呢 已经减少到 剩下30个 那目前我们看到 仅次于日本 那现在呢 刚刚看到了 这个美国宣布了 说要减少9500人嘛 所以你把它减掉 三万四千五百六十二人 减掉九千五百人 所以未来呢 留在德国 还会有两万多人的驻军 但是呢 美国也说了 这是初步的减少 以后有没有可能继续减少 真的不知道 但是这样一个动作呢 现在德国跟北约 很不能接受 G7元首往年都会齐聚一堂 一起协商全球大事 但今年可能无法到齐 德国总理美克尔 确定不出席 根据纽约时报指出 美克尔通过电话 和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肺炎疫情还未停歇 在华府的G7会议实在还太早 因此婉拒参加峰会 据传两人只讲了20分钟电话 而且通话不太顺利 不料一周后传出 川普下令从德国撤军 多达9500人 根据消息指出 美国将会削减 驻德美军的规模 从目前的3.45万名官兵 减少到2.5万人 驻德国美军的规模 一直以来都是欧盟最多 全球第二仅次驻日本美军 如今在德国撤出将近1万人 专家分析 不仅将削弱北约军力 更是落入俄罗斯总统普丁的拳头 让俄国军事和外交势力 顺势再往西方延伸 尤其俄罗斯军队 总是在东欧一旁蠢蠢欲动 更显示普丁的居心捕测 如今美方要大肆撤军 等同要让欧洲渐渐推向孤立无援 空加深美欧之间的嫌隙 川普上任以来 对北约的预算分配早就很有意见 梅克尔这回又不赏脸参加 川普将举办了G7峰会 因此撤军动作另外借有不少遐想 毕竟川普早从2019年 就一直在规划G7的会议和住宿事宜 再加上美国大选倒数计时 G7峰会在美国召开 对川普来说除了凸显自己在国际间的地位 有利于选情 也能致力于强化没有中国的国际联盟 因此外界推测 梅克尔的不赏脸让川普很不开心 进而下令美军撤出德国 因为德国布莱G7专家认为 确实对美国相当不利 外界认为身为欧盟领导国的德国 若不出席G7很可能会引发 骨牌效应 导致其他欧洲国家跟进 最糟恐造成美国成为禁师 因此美国和德国的关系好坏 显然是欧美之间的黏着际之一 三地线文 美国跟欧盟之间的关系 现在很看德国的脸色 特别是在英国脱欧之后 德国是很重要的欧盟的领导国家 但是我们来看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 美国跟德国感觉是离心离德 渐行渐远 我们简单举几个例子 那么北约的军费分摊 大家还记得吗 川普一上任就说 为什么要养那么多别人家军队 为什么要参加北约 为什么要去帮欧洲抵御俄罗斯 他觉得不要花这个钱 所以军费分摊的部分 闹得不是很愉快 再来伊朗的核协议 其实大家有不一样的看法 再来就是贸易方面 在中美贸易大战的过程当中 欧盟本来是有些隔山观虎斗 但是突然间川普总统说 欧盟也占我们很多便宜 所以开始也对欧盟加关税 那个时候欧盟也被卷入了整个全世界的贸易战当中 再来还有我们看到国际组织当中 美国一个一个的退群 最早我们看到巴黎的一个气候协议 美国就退群了 再来就是中国议题的双方不一样的看法 美国不断的拉着德国希望可以共同的对抗中国 但是这个欧盟亦或是讲德国的一个立场 会觉得美国很重要 但是中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所以他不愿意随着美国起舞 所以角色变得非常的尴尬 再来一个就是最近的世界卫生组织 在美国说我不再资助你了 我要要退群的同时 其实欧盟角色也很尴尬 这毕竟是一个国际上很重要的一个全民健康的组织 再来就是华为了5G的旗舰 其实梅克尔一直是在欧洲国家当中很重要的 坚持要继续跟华为合作的一个国家领袖 所以我们看到了在这么多的旗舰 在最近G7成为了一个引爆点 纽约时报就说了 美国跟德国的关系来到了二战之后最差的时候 而另外的欧洲欧盟的官员则认为 美国现在的美国从以前欧盟不可或缺的盟友 到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靠的一个盟国 所以呢德国的执政党的议员就在G7 梅克尔说不去参加之后 德国撤军以后他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 他提醒所有的欧洲人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不要再看美国的脸色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梅克尔 其实梅克尔跟川普的这个不对盘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那最近梅克尔他的重要性 之前就讲欧盟已经是领导国家 但现在更重要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从2020年的7月1号开始 德国要接任欧盟的轮值主席国 梅克尔呢就在几天前 他正式的对于德国接任了轮值主席之后 欧盟的一个未来的愿景 他发表了一份非常重要的谈话 那这个重要谈话当中 跟美国的一个利益完全有些矛盾 很重要的是他认为要跟中国保持合作关系 他认为其实在政治立场上 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有港版国安法的通过 那美国呢是大力的拉拢各个盟国要对抗中国 但是呢梅克尔说在政治方面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他说可以透过沟通可以通过对话来解决 但他不认为因为这些意见上的分歧 就完全要中断合作的一个管道 他不认为所以他说要跟中国保持合作 他说这是符合欧盟的战略利益 当然他没有提到他要反对美国等等 不要跟川普站在一起没有这样说 但是他的立场很坚定 他不会随着美国起舞 他要跟中国继续保持合作 而且他还特别提到了 在9月13号9月15号 他要举办一场欧中高峰会 欧盟所有的国家再加上中国 他们要来一场高峰会谈什么呢 他们要达成投资协议 而且他认为中国可以跟欧盟一起 对抗全世界的气候变迁 来对抗全世界共同的一个瘟疫 就是肺炎 这都是美国退的群不是吗 美国主动退群了 现在欧盟找上中国一起来解决 整个地球的问题 不过除了梅克尔之外 我们要带你看看一些民调 这是最新的德国民调 那么在美国跟中国之间 我们来看在过去疫情爆发之前 大家比较喜欢美国的 跟美国他们德国民调问这些人民说 你认为美国比较重要 还是中国比较重要 对德国来说 好疫情前认为美国比较重要 压倒性一半以上这样认为 那疫情过后呢 我们来看到居然数字已经拉近了 认为美国比较重要的37% 但认为中国加强关系也很重要的 已经来到上升到36%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疫情 让美国现在疫情还在扩散当中 是不是影响到了德国一般人民 对于美国整体的看法呢 亦或是川普对于德国的反反复复 可能加深了对美国的一些负面印象 不过无论如何 美国跟德国的关系 是不是已经回不到从前 带你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和德国总理梅克尔 每当相见欢 外表总是若无其事 但事实上两人关系 背地里早有不少裂痕 走从选总统期间 川普不断向梅克尔开炮 如今更传出双方通话不太顺利 两国沟通管道崩溃 特别是针对俄罗斯 伊朗 中国和贸易安全等重要议题 美德两国存在利益分歧 特别是美克尔对中国 从过去就几乎没有敌意 日前他甚至还表示德中两国保持合作关系 对欧盟而言符合重大战略利益 梅克尔也指出他计划和中国达成一项投资协定 并在应对全球气候和健康等领域上取得共识 等于是川普畅反调 既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后 如今川普在批评世卫组织太过亲中 近期又宣布退群 却又更巩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 即使美国一再封杀并联合盟友 禁用中国企业华为的5G科技 但德国却总是秉持着合作对话的精神 而非处处都得对抗的态度 让长期伙伴的德国和美国又不同调 却也使得欧盟被夹在美中角力之间 脱离对美中的依赖在欧洲掀起声浪 有德国官员也表示 欧洲人的命运应该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只是随着川普政府对欧洲的背弃 梅克尔强调欧洲人必须要知道 中国现在争取国际领导角色的决心 欧洲是多极化世界重要一级 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更分别 和梅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宏 积极进行通话 并一再重申 中国和欧洲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巩固中国和欧洲的友谊 反观川普总是持着美国优先的旗帜 不仅控让美国自我孤立 也可能将撼动全球和美中之间的外交板块 在这些新闻上都不得 我们有非常非常好 民主席习近平均 您找到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均 文贴escenz员